大家好 今天呢我也来看了那个网上播报的习近平的关于在中纪委的讲话 就说中共那个党内有着野心家和阴谋家 我觉得作为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吧 我觉得共产党这个组织确实是有严重问题 他们的内部分争为什么会如此激烈 而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用民主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所谓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不就是有人想当没当上 有些不该当的却当上了吗 对吧 你共产党本身这几届领导人不都是你共产党毛泽东那个时代自己安排好的吗 这都是已经调查过资料的了 那么就说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呢 有些人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安排表示不满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 那么就结合到我这个事情 我本身是党外人士 我要是一个人民 绝对的人民 而我现在呢正在遭受了迫害 我的财产没有返还 凶手没有处理 我和我的母亲被软禁在中国 我作为国家的这个人民 因为你一开始说我是那个皇帝 说我是那个地主吗 对吧 然后利用我进行庞氏集资 集资完了以后 你又想把我至死至残 霸占我财产 甚至想杀人灭狗 最后呢 我通过跟凶手的搏斗 走到了今天 那么你党内存在着野心家 和这个阴谋家 在我看来这都不足为奇 因为共产党从他诞生的那一天体 这个党一直就这样 他这个党始终是没有民主机制 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 我认为啊 中国共产党现在能解决 你党内现在纷争的问题啊 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尽快赶紧召开 一次民主的大会 比如说 部级领导以上的大会 把这个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让大家可以这个提名 投票 选举 对吧 把真正德高望重的人选上来 你习近平王岐山 你可以下台 你也可以重新再选举 对吧 你这样才能让 才能服众望 我觉得如果说 你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要召开这次民主大会的话 我希望你 不是我希望你 我要求你 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来解决 因为你共产党 从79年 就是从我一出生 79年 邓小平对黄传俊老先生 讲话以后 就说这个 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了罪 我们欠中国人民很多 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还债 因为我要移民加拿大 这是毛东那时候制定的政策 对吧 我觉得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是千载难封的机会 既然你们党内有什么隐形家 有什么阴谋家 你们何不与其得这样 迫害来迫害去 打来打去 你们还不如召开一次民主的扩大会议 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 让大家投票选举 选出新的国家领导人来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要解决我张阳的问题 你们这回民主选举 第一个题目 就是谈你怎样解决张阳的问题 对吧 你怎么解决张阳这个人的问题 张阳和张阳他家族的问题 你怎么样把云南保密局 关于我们家的秘密彻底公开 对不对 中国的政治架构就像一个金字塔 一个金字塔 我们家就是那盒北极星 明白吗 就是金字塔 七星嘛 七连星 我们就相当于勺子里的 那个勺子里的 那个北斗七星里的 勺子里的那个北极星 他们现在想对我们家下毒手 那我建议你召开七千人大会 像毛主席那时候 在最后的文革那时候 周总理的这个代表毛主席讲话 欢送人民群众 离开人民大会堂 对不对 你也同样可以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嘛 召开扩大会 七千人大会 一样 对不对 省市一级领导都参加 投票选举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 对吧 新的国家领导人 可以提名选举吗 你首先就要不要解决我的问题 你怎么样 反方赔偿我的财产 怎么样在国内的新闻彻底公布我的真相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凶手藏在暗处 他不敢站出来 也不敢公开身份 每天用神经控制武器 就是电磁武器 翻墙入室 深入到我们家里来 对我24小时监控 然后对我施与酷刑 想把我致死致残 他们一开始不就这样说吗 惦记着我为什么还不死 我告诉凶手我死不了 不仅我死不了 你们还会被绳治以法 所以说我觉得你共产党之内 共产党这个体制内 是由于你不存在民主管理机制 不存在民主的选举机制 所以你的党内才存在着野心家 才存在着阴谋家 所以我建议你中国共产党 应该尽快的召开一次大会 不要等到北大河会议了 也不要等到十九大的 更不要等到明年了 干脆就在五月份 赶紧召开这次大会 对吧 红五月割会嘛 红五月的割会嘛 你召开一次大会 七千大会 让大家来投票选举 对不对 既可以推举 也可以选举 首先在你的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经营上层召开这个大会 就以我这事情作为话题来说 谁能解决谁上残 所以我认为你中国共产党体制内 存在野心家阴谋家 这是完全正常的 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我认为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针对中国共产党 你不要在什么 魏泽西魏泽东 今儿这个没人那个 天天的挑起社会热点 转移人民群众视线 煞有见识让人民群众 你看这 你看那 哎呦那又这样 那又那样了 实际上他们在背后捣鬼呢 你买了吗 大家 今儿社会人这个事 大家看这 大家看那 大家看这 大家看那 实际上他在背后捣鬼的 这就是共产党 转移人民视线 诈骗人民群众的 一贯手法 我希望你共产党停止这种卑劣的计量 你当你把人民群众都去看惯了这些东西以后 哎 这时候大家就把我这个人民 把你从08年 包括你的几十年拿我当一个搁指式传说的这样一个被迫害的对象 就被遗忘在社会的角落了 你这伙人就想借此机会霸占我的财产吗 你就想捂着我的嘴 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吗 我告诉你凶手 你现在虽然藏在暗处 但你们这伙就是杀人犯 你跑不了 你藏在暗处就没暗好心 中国共产党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 中国共产党对于我们家人 他就没暗好心 我问大家好人是怎样做事 好人首先是应该照顾那些弱者 照顾那些被迫害的人 所以共产党上来应该先解决我的问题 但是他为什么不解决 拖延到今天呢 你们大家看看我和我母亲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在中国有几个人这样啊 所以共产党有一伙人他就没暗好心 他就想害死我们 害死我们家俩 然后霸占我们的财产 天天吸闻这个事情啊 那个事情啊 挑剔群众的注意力 当群众的疲惫不堪了 昏昏欲睡了 他们就该图我不轨了 先点火让人民群众兴奋不已 激动不已 然后等人民群众 判来判去判来判去 没有任何判断 昏昏欲睡的时候 他们就要捣鬼了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 所以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在五月份就召开大会 赶紧进行民众选举 少再玩阴谋诡计 你想把我这个受迫害的对象 用社会转移人民视线的方法 偷梁换住瞒天过海的方法 把我活埋 白日做梦 江青在他的法庭证词上早就接触了你们这种手法 说到说一句实话 你们这一套就是骗子的手法 就是骗人 人民群众一清二楚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李克强 王岐山 习近平不能服务 你就下台 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你就下台 如果你李克强 王岐山 习近平想服务 我告诉你 习近平 我也告诉你王岐山 我也告诉你李克强 如果你们仨想服务 你就必须解决我的问题 我在这里郑重的向习近平喊话 如果你想服务 你想在中国共产党内立足 你想在中国立足 你想在世界立足 你就必须解决我的问题 你必须得反方赔偿我的财产 你不能知我生死于不顾 你必须对你08年以后 对我的迫害行为 赔礼道歉 并且把凶手处决 好谢谢 我就说这么多吧